特首見面 出席的除了特首之外 還有特首辦主任、政務司司長、幾位局長 包括公務員事務局、民政事務局 以及環境局局長 我們一起見面 主要是特首都要通知我們 我們的任期將會延任 到9月30日之後 正如陳密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在9月30日之後 我們的任期會繼續 在會面裏 我們借這個機會跟特首說了 既然我們的任期是繼續的話 亦都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盡快 在我們這個任期裏面 推出抗疫基金3.0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疫情嚴峻 很多打工子女、很多僱員 他們一生計都受到影響 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 現在既然我們可以任期延續的話 其實是否在這段時間 政府都可以要求開一些特別的會議 財委會有特別的會議 來盡快撥款 去增加一些支援給我們的打工子女 這一方面工聯會是絕對願意配合的 事實上我們認為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其實是為了要令到我們的社會 能夠有一個穩定 令到我們的社會 不要再有這麼多一些政治的爭拗 讓到以穩定為先去做抗疫的工作 所以既然是這樣 我就覺得我們接下來的下一步 必須要大家一起齊心做好抗疫的工作 剛才說的在議會裏面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 照開到我們的特別財委會 讓我們可以撥款 去提出抗疫基金3.0 去支援我們的工友 其次就是在抗疫的工作上面 政府剛提出的有一個普及的病毒檢測 給我們所有的市民 我們都希望在會上提供了一些意見 因為我們工聯會 作為一個基層的組織 一個勞工的組織 我們是願意在我們的社區裏面 發揮我們的力量來配合 希望這個普及的病毒檢測的工作 能夠做得好 我們亦都希望這個病毒檢測的工作 做好了之後 能夠配合到我們吸收了這些經驗 來可以讓我們日後推行健康碼 因為健康碼的推行 對於我們的經濟能夠稍後 有效有序地去復甦恢復 是非常之重要的 現在我們知道香港的經濟 疫情嚴峻影響的經濟 令到很多市民的新計受影響 除了政府要有抗疫基金的支援 給這些受影響的打工仔女 更重要就是我們的經濟要恢復 令到我們繼續有就業的機會 所以在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們很希望大區政府 真的能夠把我們今次做普及檢測 可以積累到的經驗 來應用在推行健康碼那裡 讓我們的經濟能夠有序地恢復 令到市民的新計可以得到改善 要不然我們很擔心市民的新計 經濟情況可能會繼續惡化的 所以政府是必須及早做一些工作的 我看我其他同事有沒有補充 唯一一個補充 其實剛才麥美娟已經講了主要的內容 在特別財委會那裡 除了要審批一些抗疫的資源基金之外 其實我們也都有提出一些爭議性較少 或者甚至乎沒有爭議的公務工程 亦都應該盡快上馬 因為我們有很多建造業的工友 現在是首庭口庭的 還有我們希望透過批出這些工程的撥款 令到起碼我們的前線工友有回公開 這個我們都認為特別財委會應該要處理的 好 剛才主要都是我們向特首表達了我們的意見 沒有說過具體說打算要做些甚麼 因為我相信這次的會面 特首和局長都很希望聽聽我們議員的意見 來到去計劃 未來我們的會期裏面應該做些甚麼的工作 其中我們就提出了首要一定要做抗疫的工作 所以那個普及檢測要做得好 我們都希望發揮到民間的力量 來去配合這個普及檢測 但之後就是要推出這個健康碼 令到經濟有罪地恢復 當然如果能夠找到趁這個機會 因為既然任期已經順利地延任 那我們是否應該可以盡快找到特別的財委會 去處理有關於抗疫上面的撥款 和一些工程 令到我們可以提供到特別機會 其實現在我們認為整個社會的人 不論他是甚麼的政見 甚麼的顏色 甚麼的立場 其實現在都應該要同心做一件事 就是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 如果有一些人在這些時候去想其他事情 我覺得不能夠令到我們很聚焦地 去做好抗疫的工作 做好民生的工作 因為如果大家一起在地區裡 你就會很容易知道市民的聲音 對於現在這次的疫情 對他們的生活的影響 所以我都很希望 我們無論是甚麼政見的議員 大家都在這個時候先放下他的立場 在我們的議會裏面 先聚焦一起做好抗疫的工作 補充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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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反對派的議員 濫炒派的議員 他是為民生工作 我們是很歡迎他返入來一起合作 是處理好現在的疫情重啟經濟 如果他返入來搗亂 或者返入來拖後腿 拉布的話 我相信市民的想法就是 他不來就好過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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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